另外再来关注到阿富汗塔利班二十多年前初次掌权时 曾经对当地的女性全体实施严苛的高压统治 而如今再次执政阿富汗女性的现状与未来也备受关注 阿富汗塔利班高层成员哈西米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不应允许阿富汗女性和男性在同一场所工作 男女学生也不可以在一起上课 阿富汗女性的努力是限制的 他们可以工作在医学中 他们可以学习一些教育 他们可以去学习的学习 但他们可以去学习的学习 没有允许呢 但是我们政府的生华 不是允许的时候 不可以在一起上课 我们的教育 一些女性的医学 有原因是没有允许的医学 没有允许的医学 没有允许可以在一起上课 但是男性的医学 不可以在一起上课 这确实地 第二都是不可能做可能做 政府部门 银行和新闻机构等行业 都不会留有给女性的职位 更直指按照伊斯兰教法 如非必要 男女不应坐在同一屋檐下 哈希米的表态 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临时政府的决策尚未可知 塔利班上月夺下首都喀布尔后 曾一度表态 女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诺女性可以在不同的部门工作 不过在临时政府官员名单中 没有见到一个女性的名字 更有报道指 自塔利班掌权以来 除公共卫生领域外 所有女性都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为争取自身权益 阿富汗女性多次走上街头示威 期间就遭到塔利班用鞭子和棍棒痛打 有视频就拍下在喀布尔 一名塔利班成员挥舞着鞭子 不断抽打示威女性 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